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開箱大安金普頓飯店 有沒有看到後面這些布置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來慶祝新婚 然後就拜託飯店幫我們把房間裝飾一下 一起來看看房間有什麼吧 它一進門有這個可以坐然後穿鞋子的地方 還有拖鞋啊 我還蠻開心它有這個鞋靶 因為台灣我住過的很多飯店都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超實用 這個是一定要有的 這邊是浴室的洗手台 背景都是純白的磁磚耶 蠻可愛的 旁邊有一些備品 來看看有什麼好了 哇 它備品是用這種一個一個小口袋裝起來的 牙刷 梳子 刮骨刀 修容組 羽毛 牙刷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牙刷跟平常看的不太一樣 牙刷跟平常看的不太一樣 它不是那種需要倒過來插進去的那種頭 梳子感覺蠻好梳的 刮胡刀 上刮胡刀 除了備品還有乳液 這應該是漱口水 肥皂 肥皂 看一下吹風機好了 這是什麼 看起來很高級耶 應該不錯 風亮很大 我喜歡這個地毯 你喜歡這個地毯 還蠻舒服的 放在那個廁所 還有附上浴袍 有一件應該是在房間的衣櫃裡面 它好像還有一個清單 這應該是可以跟他 要的東西 我有需要的話 還蠻多的 浴室跟馬桶啊 只有一個門 所以 一致只能選擇 要上廁所 還是要洗澡 不能同事 浴室超白的耶 裡面有蓮蓬頭啊 花灑 看看備品好了 沐浴乳 洗髮精 洗髮精跟 味道怎麼樣 還不錯 這蠻酷的 上面寫 烏龍茶 好大喔 嗯 有一點點味 味不差味 那這旁邊的應該是 柑橘 還有附一個TOTAL的免製馬桶 我這邊空間感覺就有一點窄 那進來轉個彎就可以看到開放式的衣櫃 這邊有另外一間浴袍 這是什麼啊 應該是瑜伽店吧 瑜伽店 有個全身鏡還有洗衣袋 這是幹嘛的按摩的嗎 按摩的 也好酷喔 這弄臉會不會小一點 不知道 下面應該是可以開的吧 一個保險櫃 還有一個 那個 掛燙機 它有附掛燙機耶 蒸汽室那種 不錯耶 房間裡面有大床 旁邊有沙發 一個桌子和小板凳 可以拉出來放東西耶 而且還蠻有質感的 有點重量的 金屬 它電視跟藍牙喇叭這邊有做一個 凹進去的空間 側面看起來非常的整齊 並沒有突出的東西 旁邊還有一個mini bar 來看一下有什麼吧 咖啡跟茶是不用錢其他就都要付錢 有膠囊式的咖啡 旁邊還有茶杯 一瓶紅酒 泡麵 零食 喔這個是茶 還蠻多種的 下面有什麼 還附上四個紅酒杯 還有一個冰箱 蠻慢的 這應該要錢吧 對啊 這邊的開關都有特別的造型 像這種 像這個就是 水槽 這個就是浴室 然後床頭有月讀燈啊 還有夜燈 之類不同的開關 金普渡的早餐是採套餐形式 附優格 水果 麵包 果汁和咖啡 主餐選擇也不少 有班尼迪克蛋 吐司 鬆餅 等等 想吃中式的套餐也有 酪梨吐司 還有英式大早餐 我金普渡的早餐份量真的超級多的 而且除了主餐之外如果不夠還可以去 像什麼麵包 水果 咖啡果汁都可以無限去 這根本就跟餵豬一樣 而且因為他的主餐都是現點現做的 所以會比一般飯店的自助式早餐 還要來的好 你們特別喜歡哪一個飯店的早餐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